发现这个玩意儿 对面的墙上有一个闪电一样的电的光项 就是你把灯打到这个墙上去 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酒吧 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是那商店 为了吸引客人 把那个灯打到地面上 然后人走过路过就照在眼睛上 好恶心 我现在像苍蝇一样 特别讨厌那种 你要把灯打到自己墙上 打到哪都行 你别往人眼睛走过路过 能碰到地面照 太缺德了 地上有一个圆灯 我就得躲着点 省着眼睛被照着 每次都得那样跟走路 走路都不能好好玩手机了 特别缺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的老友喜欢搞这出的 是那成本低是怎么的 什么人都丢了 在这边 这个是大方的 我们可要吃了 我们都看到我 我们一样 你不要吃 我不要吃 我什么都会吃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我不做这个 我不要吃 你快去给爸爸 你买那个 我给爸爸 爸爸买这个 这也是摆摊的 现在天气热起来以后 两个小吃可以连锁在一起 前面一个开 后面一个就躺着就出 玩六玩 躺着都疯了 这玩意好 老头老太太什么的 可以一起出门 溜弯 溜豆腐 大人不知道怎么进电梯 这玩意我们两个家一起的话 对电梯的要求可就高了 太长了 可能到这儿然后还是得卸下来各走各的 但是反正出来了 在外面就可以连着走 我许人家家小区的电器比较大 我还要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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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移住 我还要以为 我还要移住 我还要移住 它是不应该是 我在这儿 我现在有办法的 我去的 我现在是在这儿 一百块钱三件是跟网上买的 毫无优势 这是卖辣铁 这外面摆摊的人真多 卖辣子 10块钱一把辣子 还有卖西 我就看西瓜这个最靠谱 买西瓜 买椰子这种靠谱 一块酒膀吧 就两块钱一斤 吃卖辣子吃两三宝 可以 都是吃两三宝的 瓜不便宜 其实 家人他这个位置摆的好 大家可能口渴了就想吃 那个瓜也不大小小的 买半个的话 一个两个人都能吃得点 相当于买水喝 你如果买一只椰子 12的话都能买6斤瓜了 我们整整整整的吃个西瓜 很爽的 6斤都买个小西瓜了 喜欢买半个小西瓜没问题 也是